不得不誇獎Google Pixel 6 Pro 他在拍照起來的感受真的非常非常厲害 像我有時候我如果出去 我知道今天我要拍網美照 我一定會帶著他 因為他拍起來的感受 就是比我平常最常在拿的iPhone 3 Pro還要來得好 你的需求是玩遊戲的話 那Google Pixel 6 Pro絕對不會是你的首選 所以如果你認真要講 只能挑一隻手機來當你的主力機使用 不選iPhone的話 我依然還是會認真選擇到Google Pixel 6 Pro的 大家平安我是阿康 今天要來好好跟大家繼續聊聊 關於Google Pixel 6 Pro這隻手機 那如果你之前沒有看過我開箱的人 可以點上面這部資訊卡 看我兩個月之前開箱Google Pixel 6 Pro這隻手機的影片 可以先看完之前那部開箱影片 再看這部新的影片算是比較準確的啦 好啦那看到標題 大家應該也都知道了 我對這隻Google Pixel 6 Pro我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我還是要鄭重強調一次 這隻手機它其實不是一隻不好的手機 只是沒有對到我的需求而已 它依然來說很多優點的 也是適合很多不同的族群 但是就是不適合我啦 這其實就要先從我本身的需求開始聊起 第一個大家都知道 只要在拍YouTube 或者說有認真在玩一些3C科技產品的人 他的手上一定會有一隻iPhone 不管是主力機或者說他只是拿研究的 就算你可以看到各大3C YouTuber 絕對手上是拿iPhone 不管他們本身是真果粉還是假果粉 但是至少iPhone就是一隻討論熱度最高最高的手機 任何Android品牌都跟iPhone是比不上的 所以對我本身來講 我手上有一隻iPhone當主力機的情況 我在挑選Android手機的時候 就會有特別的需求嘛 但多半都是補足iPhone沒有做到的地方 例如某些時候我一些多開的需求 還是我需要下載一些APK檔案來做測試 這時候都要再使用到另外一隻的Android手機 那再加上我本身也是有手遊需求的 那我們活過頭來聊這隻Google Pixel 6 Pro 它本身雖然是Google第一次嘗試使用它們家的自研核心 我覺得這一點雖然是值得鼓勵的啦 但是很現實的一面就是這顆核心 它並沒有達到旗艦級的效果 大概就是中階等級的效能 你雖然跑一些比較超效能的東西 其實還算跑得動 但是那個順暢度跟你使用旗艦核心玩起來的感覺 就還是有差別嘛 而且如果你本身有在看我的影片就知道 我是有在玩天堂Divu這款很坑很坑的遊戲 雖然說這類型的遊戲你都可以用電腦模擬器玩 但是我個人還是喜歡秉持手機遊戲的原則 那就是手遊就是用手機玩 所以我不可能把我平常的主力機啊 廠商在聯絡或者說有一些LINE資料的手機 拿來玩掛著天堂Divu吧 所以你可以發現我其他隻Android手機 例如ROG Phone 5 Realme GT跟Realme GT Neo 2 這幾隻都是我拿來掛天堂Divu的手機 那以這隻Google Pixel 6 Pro來講 它本身就是採用自研的晶片 再加上最新的Android 12 以天堂Divu這款遊戲來講是完全不支援的 所以其實也不用特別講它的效能是怎麼樣 它本身就是不支援這款遊戲 不過認真去玩 其他的遊戲多半還是可以跑得動的 但是那個感覺你說跟傳統其他支的Android手機 例如最著名的ROG Phone 5遊戲手機 那個玩起來的感受還是差的非常的多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這隻Google Pixel 6 Pro不是符合我需求的原因 那再加上Pixel 6 Pro這隻手機的價格 它算是跟ROG Phone 5已經差不多了 你說真的你的需求是玩遊戲的話 那Google Pixel 6 Pro絕對不會是你的首選 因為我相信如果很多人跟我一樣 你手邊已經主力一支拿iPhone的話 你要挑另外一支Android手機來雙開 來當你的第二支備用機 你通常都會對價格比較敏感 畢竟Android手機算是一個百花齊放的狀況 所以其實坦白講 這個時候如果你買的是Google Pixel 6 那一支才一萬多塊的手機 我就會覺得它非常非常的划算 不然如果你像我一樣 本身有一支iPhone 你還要再另外花兩萬六 去買到Google Pixel 6 Pro 但是它整體的效能 整體的體驗 卻沒有辦法給你達到最頂級的程度 說真的也沒有那麼的划算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本身有強烈的遊戲需求 你可能就會去買ROG Phone 5 或者說你本身的需求是在價格方面上面 你可能就會選一些比較親民價格的小米啊 Realme 或者說三星的一些比較平價的手機 你說要跳到Google Pixel 6 Pro這支手機的族群 我認為還是有限啊 那當然我也不是真的要黑這支手機 它還是有很多我覺得很厲害的地方的 其中一點就是它的拍照嘛 這一點就真的不得不誇獎Google Pixel 6 Pro 它在拍照起來的感受真的非常非常的厲害 像我有時候我如果出去啊 我知道今天我要拍網美照 我一定會帶著它喔 因為它拍起來的感受呢 就是比我平常最常在拿的iPhone 3 Pro還要來的好嘛 我隨便拿個幾張拍出來的照片給你看啊 你可以發現呢都是Google Pixel 6 Pro拍起來的感覺 好像不只一個層級喔 那再加上呢 雖然說Google Pixel 6 Pro它使用的是它們自家自研的晶片 效能可能不是到最頂級 但是至少在耗電啊溫控上面我覺得還算OK 而且不要忘了喔 Pixel 6 Pro呢就是Android手機它們自家的親兒子嘛 在安全性啊還有各種更新上面 絕對你都是不用擔心的一支手機 不像很多Android手機可能你用久了就遇到更新啊 還是什麼變磚之類的問題啦 這點你在Google Pixel 6 Pro上面絕對是不用特別擔心的 那所以其實很簡單 什麼樣的人適合去買到這支Google Pixel 6 Pro 我覺得可以用一個漏斗式的方式來過濾啦 第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你不喜歡iOS系統 你沒有在拿iPhone 你也沒有被蘋果生態鏈給綁架的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開始把Google Pixel 6 Pro列入考量喔 那再來確定你沒有想要拿iPhone之後呢 你可以再好好思考一下你有沒有任何遊戲性的需求 如果你只是常常在玩一些小遊戲啊 例如放置風之鼓等等之類的 那Google Pixel 6 Pro其實它跑起來也算是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時候其實呢特別去查一下你最常玩的那款遊戲 有沒有支援到Google Pixel 6 Pro它們自家的自研晶片 還有Android 16的系統喔 那再來第二層你也過了之後呢 你就好好想一下你本身是不是很常拍一些生活性的照片 例如你可能常常外出啊 自己一個人你也不想背很厚重的相機 你就是想要手機拍照起來得到一個最好的成像結果 或者我們可以這樣想就是說你喜不喜歡手機攝影啊 如果你本身是非常喜歡的話 那Google Pixel 6系列就會是你的首選手機了 因為它拍照出來的結果真的非常的不一樣 再加上它本身設置的UI介面啊 指紋辨識解鎖 還有給你一個很漂亮的螢幕 我覺得它整體硬體規格用起來 其實不會算是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但是呢其實就像我這樣子有特別需求的人 它沒有對到我的市場而已啊 所以如果你問我如果能像奇異博士一樣時間重來 我會不會再去買一次Google Pixel 6 Pro 我可能會回答你不會 但是呢至少我會買到Google Pixel 6喔 因為對我來講我要的就是它平常拍照起來的感覺嘛 因為Google Pixel 6比較平價啊 它就是一萬多塊而已 如果它能夠給你到這些規格 我覺得就是非常非常划算啊 如果真的要玩遊戲 我本身還有其他隻的Android手機 我並沒有一定要拿它來玩喔 但是你說要花兩萬六啊 快三萬塊的價格去買到Google Pixel 6 Pro 我可能就會回答你 我沒有那麼多預算花到它上面啦 畢竟一個很現實的 我手上就只有iPhone 3 Pro嘛 或者我們也可以這樣想啦 如果我本身我不是使用iPhone的族群 然後我不想去適應其他家Android手機啊 可能比較雜亂的UI或者說整體系統 那買到Google Pixel 6系列也會非常的適合你喔 因為它整體操作起來就蠻直覺的 有點像iPhone 最重要是它要給你指紋辨識解鎖 所以如果你認真要講 只能挑一隻手機來當你的主力機使用 不選iPhone的話 我依然還是會認真選擇到Google Pixel 6 Pro的 因為我就可以把我所有的預算買在這隻手機嘛 你說雖然我有手遊的需求去買ROG Phone 5啊 但是不要忘了 我的職業呢 本身也是有拍照啊 還有錄影的需求的 那個遊戲型手機你要拍照啊 錄影起來的感覺 絕對都輸Google Pixel 6系列很遠啦 畢竟你說認真的這也是Google Pixel 6它的主打嘛 好啦那關於這次Pixel 6 Pro的心得 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那如果你本身還有其他問題啊 想要一起討論 或者說希望我幫忙測試的 都歡迎在這下留言跟我一起討論囉 那最重要是不要忘記對影片按讚分享 訂閱開關閉的小鈴鐺 才能收到未來的工作開箱 請消息影片的上面通知囉 那我們下次見啦